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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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刚刚传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美国政府建议 所有美国人都打第三针的疫苗 去对付美国现在国内不断升温的疫情 这个消息令人很失望 因为就这样一听的话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那疫苗无效了 还要打第三针 这个其实就并不是事实来的 我等一下会说 但是很难避免大家会非常失望 而坚持不打疫苗的人 就更加相信打疫苗是没用的 这样打下去就没完没了 当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将整个疫情去做一个总结 看看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是怎样 以及作出一些展望 这个新冠病毒由2019年年底开始发现 它会引起肺炎之后 接着就席卷全球 当它开始在欧洲美国那里 大量地传播的时候 大家意识到危机严重了 那药厂临危寿命 就要去尽快研究一个疫苗出来 当然它就会拿到当时最流行的病毒 作为一个蓝本 所以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比如说 Pfizer Moderna 牛津疫苗 这些 全部都是基于当时那种病毒做出来的 但是很不幸 这种新冠病毒本质上 它就会不断不断变种 意思就是等于游乐场打鸭仔 那些游戏一样 如果最简单的那种 给小朋友玩的 那个鸭仔不会动的 那你拿一枝玩具枪 打一些胶子弹出来 就去打中那个鸭 其实就很简单 如果疫苗对付病毒 都是这么简单的就好了 很可惜病毒是一种 会不断变种的病毒 就等于那些鸭仔不断地动 你要打它的时候 就没那么容易 简单说 就是随着时日过去 那个疫苗的效果 可能就会有所减少 因为目标在动的时候 你只是对准 原本那个目标的时候 未必能打中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 已经很强的疫苗来说 比如那些 Vizor Moderna 这些是什么 因为它产生的抗体反应 是相当之大 即使目标在动 那些鸭仔在动 的话 如果你每次用普通部枪 每次打一粒子弹的话 就很多时候 都未必能打中鸭仔 但是如果你拿一枝机关枪 在那扫 那样可以打中 这些强的疫苗 一样的意思 因为它抗体的量 非常之大 即使可能目标在动 但是因为抗体的量 非常之大 人海战术 仍然可以打中 可以对付到变种的病毒 MRNA疫苗 例如Vizor Moderna 对付原本的病毒的话 效果 防止一些有症状的感染 都超过90% 但是随着Delta病毒出现了 这个保护似乎有所降低 以感染来说 疫苗的效果 就由90% 可能降到70-80% 是差了一点 但是仍然是不错的 这个相对感染而言 对于一些新冠病毒引起的 严重疫情 它仍然是维持到相当有效果 即是说它预防感染 可能弱了一点 但是它预防一些重症 仍然是相当有效的 即是达到八九成以上 所以疫苗并不是无效 不要想着要打第三针 即是疫苗无效 并不是这样的 你打了两针的Vizor BioNTech疫苗 打了两针的Moderna 或者打了两针的牛津疫苗 对于防止你感染了新冠病毒 之后引发重症 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是以色列近来 有些研究数字显示 打了疫苗的保护效果 随着时日过去 是有所减低的 他们发觉 越早打疫苗的人 到现在免疫的反应 就开始有所减弱 而随之而来 就是说 Breakthrough Case 就是说打了针 都仍然受感染的人 有所上升 这件事尤其是老人家 比如65岁的人身上 就更加明显一些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 本身也弱一些 打了疫苗 维持免疫保护 效果就不能够维持得太久 慢慢就会掉下来 令到他们更加容易受感染 尤其是新变种的病毒 就更加容易感染这些人 而一些本身免疫系统有病的人 也是这样 所以早前 以色列和美国 都授权了政府 可以帮一些老人 和一些本身免疫系统有病的人 打第三针的加强剂 进一步去保护他们 不过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留意到 英国的情况 就好像好一点点 大家都看到 美国的Case 就不断在上升 但英国自从Freedom Day 放松了所有限制之后 Case就没有好像预期 不断上升 反而有所下降 原因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不太理解 不过听闻 在英国那方面 即使Freedom Day之后 人们仍然相当审慎 很多人去一些公众地方 或者室内的地方 都仍然戴口罩 还有第二件事 大家要留意 因为英国当初的疫苗是不够的 所以他们的政策 就是第一针和第二针 隔开的时间 比美国和以色列 是长很多的 但是后来发觉 如果这个时间隔得长 身体的免疫反应 反而就更加强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英国的疫情 好像就稍微好一点 一个为人救病的 就是说很多专家都非常诧异 而为什么昨天突然间 政府就会宣布 说要打第三针 有些专家说 接触过CDC内部的人 这个星期 比如星期一、二的时候 接触过他们里面的专家 都说暂时我们 是不需要打第三针 因为我之前都说过 其实都有不少的证据 证明 疫苗效果应该可以维持得比较长 我昨天看回他们的报告 其实支持他们打第三针的理据 很多时候都是基于 以色列有些数字 就显示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说打了针越久 抗体就好像越跌越低 多了人就打了一两针 都仍然受感染 但是就不是说太多提到 其实免疫系统 除了说抗体之外 还有些细胞 T-cell B-cell Memory-cell 这些 所以就有些专家质疑 为什么突然间 会有这样的决定 要打第三针 但anyway 这个都是事实 很明显这件事 就会打击到大家 对疫苗的信心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可以预期 这个疫情 可能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 那么短时间能够受控制 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说 这个疫情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得多 那我们很多时候 一厢情愿觉得 我只要有哪种药 比如当初的六规零 到后来的Ivermetic 甚至疫苗 或者很多人的心里面 都觉得这些 就是有了这种东西 就什么都搞定了 就一定可以对付到疫情了 那现在turn out出来很多药物 那个疗效 都是非常之有争议性 退一万步来说 它一定不是 只是靠一种药 可以对付到疫情 疫苗也是 当初似乎 大家对它的期望 是非常之高 但事实告诉我们 随着病毒的不断变种 情况的变化 疫苗似乎都不是 能够一朝了解决到疫情 至于将来的展望 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想法就是 这个疫情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维持 各种控制疫情的方法 如果有效的话 可能都要同时去实施 比如戴口罩 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 打齐疫苗 各种方法加在一起 应该可以令到疫情大致受控 起码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小孩的学习和经济 而在这个相对长的过程里面 你和我即使打了疫苗也好 可能最终都会接触到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当感染我的时候 我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OK 但是也有机会 我就会感冒 或者伤风 周身骨痛 会辛苦的 但是如果打了疫苗的话 我就相信重症的机会 相当之低 我可能其实不单止感染一次 可能感染一次新冠之后 隔一段时间可能再感染第二次 而这个过程里面 慢慢我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练到好像肌肉大胜了 慢慢慢慢一层一层地建立 就会令到我的免疫系统 就相当相当之有能力 对付以后的感染 随着时间过去 这个新冠病毒 对我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 就变成像普通伤风感冒一样 当大部分人都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疫情真的才会受控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